我看到EE這兩個字代表很多事情 Electrical Engineering 我在台大畢業的時候 我們的老師告訴我 EE不是Electrical Engineering 是Efficiency and Economy 我很高興今天50週年 不簡單 50 週年 我想我自己這一輩子 我在半導體工作的年數也是五字開頭的 那我覺得我看到EE Time 對半導體業整個電子業有這麼大的貢獻 這麼大的影響 我是非常羨慕的 所以很高興得到這個獎 謝謝大家 謝謝林博士的分享